飞飞短忙着呢 那个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有一个小孩从小就被欺负 长大了还出路打比对 你说这个小孩他应该怎么做呢 说吧又整什么幼蛾子呢 飞飞短什么事也埋不过你啊 那个我能借你的车明天用一下吗 用来做什么 哦我邻居发小明天结婚 我开着你一车去炫耀一下 王一凯 你什么时候也开始整这些虚的了 比你优秀的人多了去了 比你惨的也很多 你这样比来比去的有意思吗 不是我也不想比啊 你不知道他爸妈天天来我家 拿我俩比每次都炫耀 那把我爸妈气个够呛 那这回我说什么也得炫耀一下 你在意别人的看法做什么呀 活好自己不就好了 不是 那你就说戒不戒吧 不戒 这事还惯着你 不戒拉倒我 我一看 我今天不想开车 给你订的西装 开着我的车去穿家公司 啊 给我的呀 不是飞的吗 你说我开着你一车 西装革履的 试试比新郎还帅呀 那他会不会很没面子呀 他不给你骗子 你给他留什么面子啊 对了 我跟你一起去 啊 你你去干什么 你就说 我是你女朋友 带着上海里回去 你一定能有面子 哎 走 我先让你 我有很多剧情 吻一身